大家都管他叫老妖婆的佩洛西Nancy Pelosi 这个自称虔诚的天主教徒 一直坚定的强烈的支持堕胎 但是最近呢 他被杠了一下 他接到了一个非常正式的通知 这通知是哪来的呢 是他聚会的地区旧金山的大主教 Solvatore Kodilani 在上个礼拜五用非常正式的方式 给Nancy Pelosi写了一封通知信 信里面跟他说 鉴于我作为旧金山大主教的责任 我在此通知你 你不能参加圣餐 如果你还是来到教堂了 你也不能参加圣餐 除非你公开的表示 你不接受堕胎合法化 并且还要在忏悔礼中 认罪悔改 求神赦免这个严重的罪行 那不光是这一位旧金山的大主教 提出了不让他领圣餐 有越来越多的来自美国各个不同地区的主教 全部都站出来支持这样的观点 但是 MSNBC 这个主流媒体的主持人 却持有不同的意见 他们非常不同意 他们觉得Nancy Pelosi是多虔诚的教徒 他们在节目里面说 这简直就是太可笑了 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 自以为义的主教 居然不让这么好的天主教徒领圣餐吗 这段周期 外面的主教徒领 イザンファイトリーズ for decades who actually stayed with it through a crisis where priests abused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children and passed children around from one church to another church for one diocese to another diocese it went all the way up to the top and they are being self righteous in telling nancy pelosi that she can't take communion they should thank god 他说的呢也没错 天主教的群体里面的确是有很多的问题 那基督教的群体里面也是有很多的问题 不可否认的就是 只要有人在的地方 都会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不断的去解决 我们要不断的去更正 我们要不断的更认识到真实的自己的不足 我们要不断的像耶稣的样式继续学习 那刚才主持人提到说 天主教里面有虐待儿童 性侵儿童的丑闻发生 这样的新闻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过 这的确呢不荣耀神的名 这的确呢最不应该在这个群体里面发生 但是这跟Nancy Pelosi支不支持堕胎是两回事 旧金山的主教决定不允许他到教堂里面领圣餐的目的 是为了要让他看到自己的不足 是为了要让他悔改 因为他现在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他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只要他的观念改变了 只要他承认堕胎就是杀人 我们不能够再继续杀人 那美国一下能少死多少生命啊